套索踏板规格直径小于12公分 防止黑熊踏入 钢索陷近4厘米以上 设计8字转环防止钢索牛屎缠绕 减少捕获动物拉扯伤害 在台东嘉义花莲部落地区进行测试 更在这个月连续举办了5场的宣导说明会 理务局目前开发的精准列据 参照日本环境省规格 套索踏板规格直径小于12公分 防止黑熊踏入 钢索线近4厘米以上 设计8字转环防止钢索牛屎缠绕 减少捕获动物拉扯伤害 在台东嘉义花莲部落地区进行测试 它的踏板就是比较小 一般的那种山珠调比较小 在台中那边有测试是有抓到过 研究员表示根据初步回馈 精准列据可有效猎捕山枪等野生动物 但使用上因为泄井踏板较小 需要有经验猎人选择适合施座位置 调整踏板的那个敏感度 不要让你们抓到那种不想抓的 比如说石虎啊还是穿山甲啊 对啊我们这边主要就是针对熊 虽然日本设计精准列据就是为了防止 误补亚洲黑熊 但是台湾与日本野生动物输意 即使精准是踏板设计直径小于12公分 还是无法排除石虎小黑熊 误踏陷阱可能 未来希望能就动物重量 行进踩踏压力做量化的调整 减少误补并为野生动物可能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